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与我们此刻放下忧虑 以平静安稳的心与主同行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主题是 何等良有 我们先听一听 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三至十七节 第十三节 人为朋友写命 人的爱心没有给这个大的 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 就是我的朋友了 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 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 我乃称你们为朋友 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 已经都告诉你们了 不是你们揀了我 是我揀了你们 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 叫你们的果子上传 使你们奉我的命 无论向父求什么 他就赐给你们 第十七节 我这样吩咐你们 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 妈妈和桑杰太太是很好的邻居 也是友好的竞争对手 因为我们两家人的后院 刚刚是相对住 每个星期一 他们都会比赛 先看看哪个洗好的衣服 浪在户外的浪衫席上 有时妈妈就会说 她又赢了了 但是去到下星期一 可能就轮到妈妈获胜 他们两个人都很享受 每个星期一次的友谊菜 在共享后院小行十多年里 他们也能够分享 彼此的生活智慧 经历和期望 圣经也描述了 这种友谊的美好 在《针言十七章十七节》 所罗门就观察到 朋友乃时尚亲爱 并且在《二十七章九节》 就指出 朋友诚实的劝交 也是如此今美 我们最好的朋友 当然就是耶稣 耶稣劝勉门徒 要成为彼此相爱的朋友 正如在《约翰福音》 十五章十三节 主耶稣就教导他们说 人为朋友写命 人的爱心 没有比这个大敌 而讲这句说话的第二天 主耶稣就在十字架上 为人写命 在第十五节 他同时也对门徒说 我乃清你们为朋友 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 已经到告诉你们了 接着到十七节 主耶稣说 我这样吩咐你们 是要叫你们 彼此相爱 正如哲学家 阿旭特斯托夫 他也这样说过 他说 耶稣的这番说话 提升了他的听众 将他们从卑微的人 提升为自己的同伴 同知己 确实在基督里 我们学习成为别人的朋友 耶稣是何等的良友 教导我们 彼此相爱 各位朋友 与耶稣成为朋友 如何让你体验到爱呢 你又要如何设法主耶稣 成为别人的良友 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七节 提醒我们说 彼此相爱 邀请你我们一起祷告主 亲爱的主耶稣 你称我为朋友 请你帮助我 也能够付出爱心关怀 成为别人的益友 奉主名求 阿们 灵良透视 使徒约翰自称是 耶稣所爱的门徒 但这里并不是意味着 耶稣只是爱他 或者最爱是他 而是可能 是因为使徒约翰 很敏锐地感受到耶稣的爱 在整本《新约圣经》当中 使徒约翰的著作 大多数都是聚焦在上帝的爱 就好像三章十六节 他说 上帝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 辞给他们 并且也提到父爱子 为什么 正如十章十七节 他说 因为基督为我们写命 在十三章三十四节 就提到我们要回应上帝的爱 就应该予此相爱 在十五章十二节就描述 就好像他爱我们一样 十三章三十五节提到 当我们予此相爱 人就会认出我们是他的门徒 在十四章十五节就提醒我们 如果我们爱他 就会遵守他的命令 在约翰一书四章八节 使徒约翰再一次强调 上帝的爱 经文说 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上帝 因为上帝就是爱 求圣灵帮助我们 靠着基督活好今天的生命 如果你对今天的内容有所共鸣 邀请你可以转载和其他人分享 又或者可以下载 灵命日良的手机应用程式 继续收听其他的属灵材料 甚至你都可以留言和我们分享 彼此代讨 愿上帝慈福如你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